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有颗虔诚的心 云 光 每次的变化 每天的变化 它都不一样 去非洲差不多有二十次 三十次以后 你对动物才会有更深的了解 才知道怎么才能把动物拍得更好 我们做民航的客机 你是看不到这种在地面上很细小美丽的 都是你去探索的 去发现那种浓缩的美 大象在花丛中漫步 在我心中就有那种美 我就希望我的照片都是人们没有见过的 每张照片都是很极致的 这种美只有在你的想象中去创造吧 所以今天我们再做一次 我们想要获得那种红色的 你正在向着我们 吹 吹 像这样 飞行员他们会也帮我做很多功课 有更多的发现 什么地方的动物会更多 我的飞行员就会告诉我 所以腾通经常每天拍卖下来会交流 为什么他会往那边跑 都会进行更多的分析吧 他们对 去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是没有驾游站的 所以在会提前半个月一个月 飞行员就会把油用汽车拉过去 拿十几桶油在这放着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很疯狂的 一飞起来是没有时间计算的 有可能飞很长 所以我们的飞机每天都会自己给自己的飞机加油 我也经常会去帮着加油 因为赶时间啊 有时候手去摇 蛇蛇蛇蛇蛇蛇 大象因为它的耳朵特别好 所以你拍到的好 经常都是大象的屁股 怎么能拍到大象的正面 飞行员就说了 那我们就只有一次机会 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 到地平线的时候 找到它 一个服从下去了 七八秒拍到大象的正面 第五十次非洲 才拍到了這張畫面 我從不參加任何獎項 作為一個攝影師 是真的是你要給 下一代留下很多 不再可以重複的 精美的作品 別的 都不重要 這張畫面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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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